包是如出一辙的 非常的珍贵 具体讲品什么样呢 我下面一个关子 待会儿再一一地向大家来展示 会由嘉伦亲自向大家介绍 好不好 喜欢的小伙伴赶快来下单 而且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大鹅的红包鱼 拿它之后再去下单 也更划算 接下来欢迎你们的 任嘉伦哥哥出场吧 欢迎我们的嘉伦 哈喽哈喽哈喽 又见了又见了又见 太久不见 请坐请坐嘉伦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成都的朋友们吧 应该是说是 先跟成都的朋友们打招呼 成都的朋友们大家好 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欢迎嘉伦 今天特别不想给你更多的压力 因为每天行程都这么紧了 那我就不然问一句好了 上一部戏就是五更 现在已经杀青梅呢 梅呢 梅呢 还是这一部戏呢 现在还是这一部戏 已经共同经历了快要到一百天了 我们还要差不多一个月多一点 再努力一下 跟原计划进程也差不多 因为去年年底见你的时候 我问大概什么杀青 你说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份吧 那我也不好意思问下一步了 下一步先把这一步好好的完成了 先完成了之后再说好不好 对对对 到时候我再来问你好不好 好 OK 那今天既然到成都了 你对这已经很熟了 今天到成都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身为艾手品牌的代言人 首先这次回来是身为艾手品牌的代言人过来的 所以感觉上会非常的有意义和特别一点 然后再就是今天看到了成都这么多朋友来支持 然后大家也竟然有序 然后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我也看着非常的 很乖很有礼貌 对很感动 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大清早就已经在那儿 所谓的站着等我 然后从我知道的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看着表还有好几个小时 哎呦天哪 哎呀还有好几个小时 然后大家也是特别的辛苦 谢谢大家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不孤单 加伦是陪大家一块度过的 透露一个小的秘密给大家 加伦的房间呀 刚好能看到大家排队和在那等候的样子 对我能看到一部分吧 所以可能早起喝水或者是化妆的时候都看到大家了 所以目光是心随大家所动的啊 那其实呢这次来成都 而且这次也是来我们ITRO的活动 今天ITRO的直播间 因为家门又做了特别的设计 包括大萤幕啊之类的 今天直播间是不是更好看了 对今天直播间让我发现了有很多这个新品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牌新的传译总监 Marco先生上任之后带来了第一季春夏作品 所以我也很很很兴奋吧 因为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这些这些想法 是而且你知道今天现场很有趣 在加伦没来我们直播间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在聊他的状态啊 我们首先大家有个共识 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在运动 整个人紧致度又高了 是吗 对除了昨天晚上来了成都没跑步之外 反正天天都在跑 我朋友们的眼睛还是很肥的 对不对 太好了 太好了 看得出来有效果 而且大家还觉得少年感也更足了 应该也是代谢啊冒汗啊 包括穿上新衣季的ITRO的阿尔纳赛 主要是穿着衣服的问题 所以加伦我能这样想吧 你跟少年或少女感之间 只差一件ITRO了 真的吗 对 ITRO可以让我成为任何的感觉 哇 那各位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刚刚加伦已经说到了重点了 就是这次ITRO2023的春夏系列啊 因为加伦已经介绍过了 也是他的好朋友Marco 以全新的视角来讲述ITRO的过往与未来 以基本的图形和元素 组成起来的装饰主义的美学 结合意大利的制造的传统 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为ITRO带来全新的篇章的新的阶段 今天我们跟加伦要一起走进的 就是全新的ITRO的世界 那这次直播间的主题呢 就是至爱随身 我们今天提到好几次这个关键词了 加伦在Marco先生的新作里面 你最爱的单品 我不能问哪一款 应该不老少吧 看一看吧 一会儿是不是要放一个短片 一会儿要放短片 短片里寻找答案 OK 那就来看短片 我也会卖关子 如果说是什么激励着我们每天向前 是那些会全力以赴去做的事 是从未改变的初心 音乐始终是我不变的热爱 融入我生活的所有间隙 当下流行什么 大家爱听什么我都会听 某一句歌词 某一个音或某一个编曲的一个鼓 都会成为我喜欢这首歌的一个原因 我习惯把生活里片刻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 把它们变成音乐 热爱促使我坚持做音乐 因为热爱才会有动力 才会有劲 我每次进录音棚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无论是好座台啊 包括里面的麦啊 一进来一定是你所想要的一切都在这个地方 在追逐热爱音乐的路上 我感恩现在的一切 也将继续我的步伐 感谢观看 打板 收工 谢谢大家 喜欢的就一定要随身带上哦 加龙看我的手 不满大家说 其实现场我看不到这个片短片的 但是我提前有看过好几次工作人员给我看的 我在里面能看到什么呢 除了加龙非常紧致的轮廓 包括他好的状态以外啊 跑步没来跑 毕竟是吧 还有他热爱音乐执着的一面 其实这一点是特别打动我的 其实32D的时候 出来我都已经觉得 这个小伙子真是很坚持在做音乐 而且有他自己的音乐的态度 你到33的时候 而且尤其我看你的舞曲 看你的每一个造型的装造 包括每一个细节的把控 我都知道 这是人家轮style 我能看出你对音乐的热忱 心里的音乐之火一直在 这个简直是个好事 我给你付出一下这个 来我帮帮家人传递一句话 今天有个家人他说了一句话 我帮你传递到 他说 并不是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 发现你这颗星 而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进取 让我们来找到你 所以我觉得你在音乐上的态度 真的就是这样的 它已经成为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是不是 是的 音乐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是所有情绪的一种 一种表达 有的时候也给我安慰 有的时候也给我激励 有的时候也帮我更加舒缓 我的平静的一个状态 我想要的状态可能 有的时候都是音乐给我的 然后可能因为真的内心热爱 所以对我来说 就热爱的事情你很难放弃 如果放弃了 你也谈不上是热爱 可能就是三分钟热度的一个喜好而已 所以目前来讲 可能音乐算是从初心到现在 一直坚持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么有音乐精神的一个短片 你拍摄它的时候是不是也很有趣 很有趣拍摄的时候 就是之前一开始拿到脚本的时候 没想到会拍这样的东西 就以为会是广告片 对不对 然后拍这个东西之后 也去了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一个是唱片店 一个是录音棚 然后过程中 因为接触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产生了非常多的想法 回去在备忘录里写了几句 这个是别人不知道的 写了几句 然后也记录了当天的一些心情和一些触动 然后再看到了品牌方 当时也给我在唱片店里精心的设计 因为那不是一个唱片店 那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古董店 或者买手店 现大的 对 它是通过后期搭起来的 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用心 哇 现在唱片店因为很少了 对对对 因为它很多都是 就是里面的唱片 真的是平时我都见不到 对 可能都是在一些 和一些音乐人 或者一些吉他手聊天的时候 他跟你说的 可能有一些什么传奇好听啊 然后我才知道的 然后就在那儿我才发现了 其他的地方比较难 我好像想把我身边 所有优秀的音乐制作人 全介绍 忽然之间 是吗 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少年的样子 就是首先你说那个备忘录 因为你33里面有微公开备忘录 对对对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就看到了你 那会儿穿着T恤 然后可能在青岛的某一个街头的唱片店 你戴着一个头套耳机 或者是耳塞耳机 然后有一个walkman在身上 然后你在唱片案里面看各种歌手的碟片 少吃顿午饭买一个正版唱片 我看到了那个时候的你 有没有这样的日子 差不多差不多 这值得拍个掌 因为我也那样 虽然我唱的不行 但是你行啊 没没没没 对 继续努力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刚刚你提的这个理念 包括我刚刚提到33里面的微公开备忘录 我觉得对音乐这件事情的兼职和赤诚 全力以赴 这也是很珍贵的点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在品牌上也看得到 所以说你们非常的契合 对对对就艾船品牌也是无论时间如何变迁 55年吧 一直专注在面料啊色彩啊工艺上面 所以有传承有突破 是 那嘉伦的这些年呢 专注在演技啊台词啊 谢谢谢谢 继不继合 是不是很继合 很继合 对对对对 那我也感谢嘉伦和艾船合作演绎了 关于之爱随身的含义啊 永远都奔赴在热爱之事的路上 这句话我真的是非常摄深处地的感受 尤其现在刷到不同的平台 看到你的消息的时候 我总要足足一下看看说 哎我这位朋友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那么辛苦那么累呢 一看到所有的剧透都是正面的时候 我由衷的特别特别高兴 与有荣烟 所以呢 他乐此不疲 我也是乐此不疲的 所以我们看到视频里和嘉伦一直 在随身除了音乐 还有Love Chatter的这款包包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拿一下行吗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你坐着啊 你坐着 OK 哎呀 因为每次拿到它 哎呀 太舒服了 嗯 是的 这是我最近的挚爱 嗯 我经常 经常会背 你大的小的你全上身了 对对对 对 然后我在广告片里背的是大的 对 平时呢 背的是小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最深 最近一直跟随我的一个挚爱 然后他给了我很多惊喜 嗯 啊 我很难想像这个 牛仔和警断 对 可以 这个 结合在一起 我真的是没想到 我从来没想到 我拿了一个包上面 今天是牛仔 嗯 啊 没想到 我只想过什么衣服啊 鞋呀 嗯 哪怕别的我都想过 这个没想过 我这个倒是还是能想到 因为他说 我能 哦 因为好演员和好歌手 在一个身上可以 他有什么不行啊 我想请问对方家伦 可以 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 刚刚家伦提到特别关键 也是很专业的 嗯 牛仔的丹宁和警断 而且刚刚我们在成都 成都吸收鼠秀的 对不对 鼠脊 嗯 非常非常的棒啊 是一缸一柔的结合 全新的Love Chouter的包带 它是设计师Marco 加入之后呈现的首个包款 不仅在面料上色彩上 还是是 还是在设计上啊 都是针对 传统的致敬和创新的一种温固而知心 没 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特别好看 对对对 加伦我帮你拿话筒 你不妨上身背背看怎么样 上身背背看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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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 太专业了 一下就去找肩带了啊 找肩带 对对对 习惯性的背到 背到这边 哇 哎呀 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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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哇塞 这个一下就变成一个斜胯的包带 对不对 对 简约也实用 而且这个宽肩带 我背的是特别舒服 因为细肩带容易雷肩包 嗯 有一些包会是这样 对 而且它的手柄的这个设计 也非常的特别 拎的时候 算是造型感 拉满了 拉满了 而且这个小号大家也可以随身拿 如果大号的话 就是一个托特包了 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呢 佳伦现在呢 已经上身展示出来给大家了 佳伦你把它放到后面 我看一看在后面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啊 哇 很酷 尤其搭上你的牛仔裤跟T恤 整个氛围感一下子就又被拉起来了 而且其实它这个肩带是可以拆卸的 灵活的使用 而且这个手柄啊 来 佳伦请你站到对面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手柄 佳伦肯定就特别清楚了 这个手柄 它是要特别介绍一下的 它采用了一个非常环保的 再生塑料的材质 环保这个理念也是Iso一直在坚持的 传递的品牌对自然的爱护和敬畏 不过再生塑料的工艺非常繁杂 生产过程当中呢 它绝对不会像大家看到那种 非环保的塑料 那么平整 那么光亮 它可能会导致塑料表面 留下一些拉丝或者是气泡的痕迹 购买的小伙伴们 你们明白 拿到它看到这些痕迹 它就是手工的痕迹 就是环保的痕迹 就是你为地球的环保做出贡献的痕迹了 所以这个 环保这一点非常好 非常非常棒 对不对 非常棒 你也很喜欢环保这两个字 当然当然 好非常棒 来加伦请坐吧 这个包包可以拿下来 或者背着 你喜欢背着也行 我可能一会还要背 其他包 得得都试变是不是 对对对 是 而且其实这款包呢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 想要下单的话 来get同款的 加伦之爱的 勒布超特的手带的话 就赶快打开你的购物车 进行购买 谢谢加伦帮我干了活 好 另外呢 购买我们任意一款的 Love Chouter呢 就可以获得 任加伦未公开的 私藏的明信片 大家应该好奇已久了 究竟这个 未公开的私藏明信片 什么样 加伦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刚刚在这听你 一开始说的时候 我说什么 连我都不知道的明信片 孩子在旁边 刚刚站着的时候 本来眼睛是正常的 说到这个的时候 眼睛就泛光起来了 什么东西 对 连我都不知道 所以呢 你既然都不知道啊 粉丝们收到 才能知道庐山真面目 但是呢 加伦毕竟是 爱球的代言人 而且拍的毕竟是他 所以今天请允许我 只给加伦同学看一张 行吗 就看一张行吗 行行行 我先看一看 我不给大家看啊 哎呀 是不是没看到过 是不是 哦还有字 对 可以说 对 而且上面还有这句话 对不对 话我也不说了 到时候让大家拿 还有字呢 对 你在下额线 哎呦 哇 穿的也是 爱球这款经典的T恤 哇 这话我看着就巨贵 哎 我 不能多说了 不能多说了 哎 我只能透露到这了 加伦也只能看到一张 所以最后大家拿到完整的这个信封里面 一共是一份六张 这六张我们从未在网上公布 甚至连office的所有的爱球的同事都不知道什么样子 你拿到以后自己才知道 如果您不在社交媒体上 跟大家显摆一下的话 那大家也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样子 拿到手记绝版了 只有买我们的Love Chouter的手袋 还有我们刚搭配的金属链条和那两个组合 才能够专享非常的限量 限量的部分我也不知道 只能告诉大家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嗯 可以可以可以 连我都不知道 但是是帅的 对不对 帅的 就是非常的在那个状态 嗯 不经意的抓拍你都不知道 对对对 不知道 我原来那个时候拍的 哦 原来那个时候那么帅是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好没问题 那另外的小伙伴们刚刚可能在视频里注意到 加伦一直随身携带 还有一款 我们一本记录灵感的 艾丑的定制的笔记本 那在直播间下单 任意的同款的成衣 就可以送给大家 包括今天加伦穿的这款T恤 也都可以送给大家的 啊 本质就是这样的 咱们的经典独腾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有一个他们家的手包 就是一模一样的材质 你摸一下是布的 哦 对不对 这个面料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拿到它 几乎啊 等同于有个手包的价值了 非常非常的棒 好 此时此刻呢 那我们要再来一点 实打实的福利了啊 待会儿 呃 还有两分钟 马上在20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大家 发一轮红包雨 所以在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紧盯你们的屏幕 然后在下雨的时候 赶快去抢它 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 嗯 想要参与我们的 红包福利的小伙伴们 请记得要点击关注店铺 并且在评论区回复 iTRO人家轮 ETRO人家轮 拼手气来抢我们的红包 一定要记得 首先得关注咱们的店铺 才可以哦 当然那这次我们的 LUF CHALTER 怎么突然这么可爱 我感觉啊 我身边我的这位老朋友呢 他就像小学生听讲一样 两个手在还躺在这儿 老师想说 人家轮请回答问题 家轮叫举手的感觉 永远都是自私不见的情绪 当然这次我们的LUF CHALTER 还出了最回归初心的 阿尼卡的面料 阿尼卡是咱们老朋友 对老朋友 咱们之前直播的时候 还收到过阿尼卡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记得你 自己有多少款 阿尼卡的包了吗 好像我都有吧 我经常 什么什么小房包啊 夜下包啊 水桶啊 小鞋块啊 我应该都有吧 我跟你说 应该是吧 我都说我会默默关注你的 那个所有的路透嘛 动不动 从这儿飞到那儿 从这儿去到那儿的时候 这个阿尼卡就在身上了 是是是是 我这次也背的是那个LUF CHALTER 你拉的那个 你这次就是背的那款包 从来的程度 来的 哎呦 我装着那个小柠檬 哈哈哈哈 装着小柠檬 那个那是一个哎 我又想说 那个设计我真是 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个设计 我说怎么还能这样 就是爱球不光是想你们的美丽 更想你们的健康 每天补充维他命C 是是是 对 看了家伦对阿尼卡的态度 就是说小朋友才做选择 成年人 每个都要 是不是 是是是是 是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一支 我在微博上看到路透啊 迷你型的 对 这支迷你型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很可爱 随身带的东西都可以放 嗯 他一个有趣的背法 嗯 就是我刚刚说的 啊 他可以用那个 呃 那叫什么 什么链子 链条链条 链条里面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呃 然后只要 只要自己喜欢的 我估计 只要形状不会差的太多的 啊 基本都可以 五角星可能就不行 五角对 那种长条的比什么不行 但是你圆的 或者椭圆什么都可以 放得下就可以 对对对 这个真是我太意想不到了 哇 那那这么办 您拿着这个包 怎么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拿一个道具 噔噔噔噔噔噔 你说的是这个朋友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链条 哎 你说艾瘦多可爱啊 您看 有芒果 芒果为啥呢 某人最爱的水果之一 对不对 夏天吧 夏天啊 冰淇淋的口味 夏天充满小秘密啊 这个是柠檬 柠檬 然后还有 苹果 苹果也可以 啊 这个是什么 乒乒乓球 乒乓球想放也能放 确实 篮球放不下 乒乓球还放不下 对不对 我刚才意外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熊猫 怎么怎么能想到放熊猫呢 确实 我教你一句成都话好了 好吗 是吗 熊猫很可爱好吗 熊猫很可爱 熊猫 黑可爱 黑可爱 对 来 熊猫很可爱 那个猫说的还不是猫 对 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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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很可爱 对 夏天兵很可爱 一样 一样的道理 在这等着我了 你刚夸完我 我得回夸你了 就一直等这个机会呢 谢谢 好 OK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托盘上会有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啊 我们会有一个互动环节 就是待会儿呢 这个包包 我还是给大家放到这儿 那加伦呢会拿起我们的链条包 在链条包里面呢 加伦可以自由地选择 你想放的东西任何一个都行 然后组装一下你包上那个链子的风采 好不好 组装一下 好 来 我先把我们的阿尼卡这个包包放到这儿 组装一下 来 加伦 我帮我腿成了 就是随便装就可以是吗 是 你要哪个 我递给您 等会儿 我拿 没有什么要求 说什么环境啊 或者是怎么样 不会 you can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I want的什么就忘的什么 对 你忘的啥就忘的啥 OK 那就先这个芒果吧 哎呀 这个太忘了了 这个 夏天嘛 对 夏天要快到了 不知不觉啊 不知不觉夏天快到了 所以这芒果味的冰激凌啊 什么的都可以 安排上了 对 可以吃起来了 而且这芒果 你把话筒往边拿一点 跟你胸口的logo 我觉得很合适 对不对 很夏天阳光的感觉 而且这个是怎么放的 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就是我们的 Arnica的这个包包呢 它里面不是有这个尖带吗 对不对 把这个尖带 一拿起来的时候呢 哎 来一轮 看到了吗 各位 要不你拿吧 对 就扣在那个包链上就可以 对 直接就是一个芒果 非常有东南亚色彩 或者是热带雨林色彩的 一支包包了 对对对 就是告诉大家 以梦为马的前提是 好好补充维他命C 而且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Ishall的这个设计是什么 加罗一定知道的 就是咱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它里面 你可以放任何你想放的水果 和任何放的东西 因为它本身就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 我们不给你一个固定好的搭配 给你一个你的轮廓 内容由所有的购买者 自己来添写 是的 你放苹果就链接了平安 你放了芒果就链接了夏天 你放柠檬就链接了维他命C 维他命C 而且还有很多人 那时候就是怎么说 就是皇后娘娘 乌拉达拉一休 她不是说不喜欢那个香水味道 她可能喜欢果香 但果香你又不能用手拿着甜甜出门 你放到这个包袋里 就是一个行走的天然果香的破香器 是啊 然后晚上又可以在办公室饿的时候 就把它吃掉 确实 我现在闻的都是芒果的香味 真的 这芒果真不错 待会咱们吃掉它 待会咱们吃掉它 好 所以怎么样 艾特的这个别处心裁是不是很让人 是是是 就是我当时那个拍广告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跟我说 这个旁边有一个链条 可以装 当时装什么柠檬 装苹果 我说什么 你要你要在包里面装是吧 他们说不 外面有个链条 我说链条 什么链条 然后我看到这个 我之后我也颠覆了我的想法 我说用这个放可以吗 我第一开始 一开始我以为 肯定一放就掉了 结果放了还很稳固 我随便怎么背包都可以 我说哇 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的 因为它千丝万缕的 对对对 很固定 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对对对 我认为这个将来是会进博物馆的那种 Vintage的东西 我觉得太太喜欢了 主要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给你一个框架 里面的东西你随便添 我总结一下 艾特的什么东西你都喜欢 对不对 是的 就像加伦的所有作品 大家也都喜欢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来弹幕打一打 是是是是 你都别提了特兜 我这两天在成都经常偶遇家人们 家人们每次碰到我的时候就说 哎呀是加伦的家念 对我是他团队的 哎呀呀 很可爱 谢谢你们对于加伦的支持 好那加伦你帮我拿下中号 中号 对谢谢你 我们要搭配了是吗 对 中号 对中号 对我们请加伦同学回来坐 中号的话咱放个啥呢 中号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请说 先坐先坐 好好好 能不能把 我帮你拿包 能不能把乒乓球装到这个里面 哎呦 哎 是真的可以的 你一下就成功了 哎 真的可以的 我以为这么小 小货子 你的手非常的清细 可以 可以 哎呀 你的声度话也不错 哎 可以可以 我的天哪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吗 这个就是放乒乓球啊 乒乓球拍可以放在里面的 这个号 这个中号还可以啊 能放下乒乓球拍 我说哎 这个包又多了一个作用 人家伦我觉得接下来 艾成一次有个跟乒乓球队合作 人手一个是吧 是哦 我从来没想过乒乓球可以放在这个包 而且这个你看我就说嘛 艾成这个链条包的设计 除了水果还能放乒乓球 这哪放的是乒乓球啊 这放的是人家伦的历史 对吧 我说我在想 哎 我能不能 哎 被我搞出来了 被搞出来了 我也可以另一边再拴一个对吧 对 另一边 那一边是放乒乓球 另外一边放什么 如果真这样的话 我刚刚把我那个芒果也放上 也放上 都放上 我想放什么放什么 那我给你搞一下是不是 我来我试一试啊 是不是有点 太随心所欲了 不不不 我跟你说 艺术家永远都是随心所欲的 千万别拘女一格啊 是吗 我试试来 好 这个扣 我帮你放行吗 贾伦 好 好 我帮你放啊 然后夏天我就可以 兄弟搭配干活不累啊 夏天我就可以 哎 我既放上了芒果 我这边又带着我的乒乓球 里面还有乒乓球拍 要是编个剧本都出来 剧情了是吧 运动完了正好吃了芒果 一个极具运动天赋的 对对对 少年感的男孩 然后拿着这个包 装着乒乓球拍 出去打完乒乓球 然后吃芒果 吃个芒果 挺好挺好挺好 哎 真真挺好 可以装两边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如果要是你想让它可爱一点 还可以把熊猫搭在这 对不对 哇 这个熊猫真的太可爱了 非常成都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太喜欢熊猫了 对 很喜欢熊猫 最近估计 那个成都大熊猫基地 好多那个熊猫什么的 你都刷到片段了 我们就是不能把熊猫 成都是不是人手一只熊猫的 是的 就在艾出的包上 就可以人手一只熊猫了 对对对 哇成都 成都好多的熊猫 都在我的手机里 好 谢谢佳伦 咱俩齐心合力 一人打开一个 真不错 真不错 你看 历史上最省事的嘉宾 是什么样子的呢 永远会给人惊喜的 出其不意 谢谢我们同事 也谢谢我们的佳伦 今天我做的够稳的 一直加伦帮我忙 没事没事 互帮互助 你帮我拿麦 我帮你拿包 好好好 谢谢 这是我们互帮互助的 小朋友时间 真的非常的有趣 以前就加伦 带着包 现在把这个球也带着了 这么多的任意搭配 而且喜欢刚刚呢 我跟加伦手上 拿的有小号 还有那个中号的 阿利卡的 Love Chouter的包包的话呢 大家就赶快打开 购物车来进行下单了 购买我们加伦 同款之爱的包包 Love Chouter 可以得到加伦 就是没有公开的明信片的 一打里面有六张啊 另外我们大号的 Love Chouter 搭配链条包的组合 也会送给大家 加伦部位公开的 私藏的明信片 大家一定要记得 去解锁你们喜欢的 那一款来进行搭配 这个送完记纸 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之前的奖品 全是两分钟内 就送完的了 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大家自己 可以看一下 问一下客服之类的啊 谢谢大家 好 其实我刚刚呢 也想通过Love Chouter呢 想让大家感受到了 一个New Etro的力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以一段 2023的春夏大秀的视频 用一个全新的视角 来感受全新的 Echo的品牌的 匠心工艺和 艺术色彩的 交融的组合 呈现奢华视觉 以触觉的 双重的质感 咱一块看看好不好 好 一起咱一二三伸手啊 三二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奖声送给我们的大秀 非常感谢这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在2023春夏的系列当中呢 Marco先生同时推出了两款 我们Echo的标志性的手带 对不对 为Echo皮具的配饰系列 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 刚刚加伦为我们分享了 他挚爱的love charter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要请加伦帮我们分享 另外一款就是Villa 就是加伦的后方的这两只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 哇 加伦找一只你心仪仪的 然后给我们展示 有点难是不是 我都很心仪的话 那就 都拿了 拿这个进的吧 好 我们拿进的吧 拿这个黑色的吧 OK 这个Villa的感觉给你是什么样的 就感觉造型独特 一个V型 有一种那种帆船 风帆的感觉吧 阳风起 对对对 想到了青岛的帆船中心了 是我刚刚一瞬间 没帆船 想到那了 对对对 是的 而且其实这个包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侧面和后面 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感觉也是会收纳到博物馆收藏的一款 特别经典的包带 很形象 给人很大的视觉的充气力 线条也很利落 又有辨识度 就一背上就会知道是 Itro的Villa 对不对 然后它那个大扣 其实也非常的特别 它扣的时候感觉非常好 有的时候我会对这种东西着迷 就是你每当一个扣子 扣上那一下 很着迷的时候 这款包也就拿下了 那个声 对对对 有的时候很奇妙的 比如说有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都是这样的 对对 这个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盖到 我能 腰带啊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卡扣 还有钢笔 对对不对 我盖它了 可能这也是音乐的力量 细节控 而且其实这个在这个包包摸起来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因为我呢 还算是月包有一些数量 一摸一看 一闻 我就知道 一只好包 它用的是最好的面 最好的皮料 因为艾丑的面料很厉害 皮料的选择 也是非常的精精求精和苛刻的 这个既有个性又有质感的包 你想中女生应该在什么样的场景 备它比较合适呢 都可以 上班 上班 或者逛街 我觉得都可以增加个人的气场 提高这种高级感 会不会 比如说婉燕 也可以这样拿一下 对对对 婉燕也可以这样拿一下 女生拿我拿它干嘛呢 男生都爱不释手 是不是心动了 心动了 对是的 心动了 其实呢 我自己刚接触这个包 说了皮质很好以外呢 它其实是一个 一眼看上去 它就是一个非常高级 是一个顶尖奢侈品的感觉 对对不对 非常非常好 而且刚刚我们共同欣赏了两款的 iTro标志的包带包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看一下诚意的部分 来这回我再帮佳伦把它放回去 一块放 可以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 我们关于诚意的部分 就在嘉宁和佳伦的身后了 这么多诚意 每一件都特别的喜欢 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佳伦 刚刚那个我们的春夏大秀视频里 展现了很多秀款的诚意 包括直播间 我们也带来一些 现在有这些颗选择 如果要是给佳伦推荐一件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件 给佳伦推荐 那就我身上穿的这件吧 我也选择这件 对 主要我个人比较爱买T恤 然后我对T恤的需求量非常大 然后我比较关注秀款里的就是它 然后给人的视觉感受 就是不是 就是不但 就是不日常 但这件T恤能把它穿得非常的百搭 设计感结合得也很好 然后胸前的这个印花就是 它是一个苹果 抽象的画风 我一开始 跟我们艺术装置一样 对对对 抽象的画风 就很有趣 我一开始没看出来 然后跟我讲完了之后 我就特别有感觉 你艺术灵感来了 对有些东西就是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你没听它背后的故事 你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喜欢 那听完了故事之后特别的吸引 所以故事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不错不错 你看一部好的那个影视剧作品 也需要它的故事是饱满 包括一阵艺术品 包括衣服 也一样的对不对 胸前这个印花 刚刚加伦在一上来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盯到它了 真的是很吸睛 今天加伦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眼前一亮 除了他的那个运动的这个成绩 脸上有非常好的光芒以外 这个T恤也是很打人的 让人心情看起来也特别的明亮 我觉得艾术是色彩大师 对不对 色彩大师 非常非常好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而且铜管有别的色 有黑的吧 有黑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另外一件款式的 同款的黑色 我跟你说 今天真不是不给大家展示黑色 为什么 卖光了 是吗 我们想拿一件sample到现场 都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给大家说说看 你们在购物车里面 其实还能选 因为它是全国调配的嘛 我们现场这边 实在是没有办法给大家 每一件都拿到sample了 其实黑色白色呢 男生女生都能穿 尤其今天咱们在活动之前 我昨天去现场 踩了一下盘的时候 很多家人们呢 已经在现场 把黑色买的都没我的号了 是吗 我想来一件 没有了 你这样吧 什么号都买了 对 所以呢 情侣穿也是特别有灵魂的搭配 喜欢的家人们 可以在直播间购买 我们的加勒伦同款的成衣 就可以获得 我们的加勒伦记录灵感瞬间的 同款的笔记本 那本次艾手的 薰虾大秀呢 确实推出了好多件 符合加勒胃口 好看又实穿兼背的T恤 而且两个颜色 你刚说都穿过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还有额外的这一款 待会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我们刚刚致爱随身的时候呢 我们短片里有看到了这一件 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一件 是的 这个就是拍的时候穿的 印花也特别好看 而且其实这一件 对比起另外一件呢 它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它更有一种油画 或者说是水墨的风情 对不对 是但它也是个苹果 也是个苹果 当然 平平安安 对对对 对不对 都是苹果 对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我把它说成是cherrys也行 大樱桃也OK 也可以也可以 可以 对 爱随认大家去想象嘛 对不对 原来这个也是苹果 所以看来 嘉伦对于时尚的理解 我觉得还是很有 他自己的见解的 穿搭能体现出 个人的情绪和态度 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现场请模特来展示一下 看看嘉伦的同款T恤 在女生身上 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欢迎我们的模特 小姐姐 欢迎 好 OK 哇 这一款就是 刚刚手上拿了那款 黑色的同款的 我们的白色的这一款 哇 很有风格看上去 对不对 对 对 女孩子穿起来 其实 好像比我好看 不一样风格 男生肯定是牛仔裤 女生可以牛仔裙之类的 对 就各种搭配 真的很棒 而且其实你看 嘉伦搭配的是球鞋 女生搭配的是一双 很有 拜占庭或者是 巴洛克风格的 这样的尖头的皮靴 也是特别好看的 再加上这么多拜占庭首饰 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其实 像这一款的 它其实还有一个高腰版 是辣妹的专属 啥意思呢 就是能露出你的小蛮腰 和你的马甲线来 明白 大家在下方链接里面 可以找到 还是那一件 我们没有样子给大家看了 因为全都卖的差不多了 就看这套look 夏天出街的话 嘉伦 你会给我们的小姐姐 模特 再搭配一些什么样的配饰 来增加它的造型感和层次呢 再搭配的话 鱼肤帽吧 鱼肤帽 它好像就缺一个鱼肤帽 说是吃那是快 来小姐姐 请您戴上吧 OK 看一下这个鱼肤帽搭配起来 跟胸口的这个logo的颜色 非常相对一张 对不对 颜色跟T恤很搭 鱼肤帽一搭配 立即整个造型 又有了灵魂 又有了灵动感 对 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搭个包啊 搭包吗 对啊 哇 我觉得怎么搭都好看 怎么搭都好看是吗 对 我们现在这儿 哎呀 都可以了 哎 你说在找这款包是不是 在你那儿呢 哎 我有点了解你啊 来 我们请小姐姐拿在手上啊 这款包 哇 这款包也是我们经典图腾的包包了 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这小托特包 加伦觉得拿在他的身上 看上去的质感 也一定特别好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很喜欢这种包 嗯 可能是郑重我的喜好吧 嗯 而且非常的耐 非常的耐 怎么说呢 就是平时拿出去的吧 它就是耐磨呀 耐磨性和轻扮性都非常非常好 而且很好搭配的 各种风格的衣服 可能搭它都很适合 嗯 我想知道 你好奇一件事情吗 哎 小姐就向前一步 谢谢你 你好奇一件事情吗 加伦 因为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 一共包大概得有个四五款 应该是每次都两分钟收请 哦 今天会不会担心 就是包卖的太快这件事情 不会 不会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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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它尽量快是吧 对 好事 OK好 那其实这一款包呢 除了现在加伦给他特别挑选的 这一款棕色系的呢 嗯 其实你看手腕上的配饰也有黑色 我把黑的也给他试一下怎么样 好好好 来 哦 这还有一款黑的 是的 没有看到那边 那我帮您拿了好不好 谢谢 别客气 来 哎 这款也非常好看 感觉颜色有一点壮 也有一点跳出来 对 但是整体的那种休闲和幽默的风格 感觉看上去这个女生更有自己的态度 嗯 嗯 真的很棒 对 而且这个包 你刚刚提到一个观念词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喜欢 嗯 一个是首先它很轻 对不对 自重 很轻 嗯 很能装东西 很能装东西 非常的 你一看就非常的 嗯 感觉可以把我的头成亲戚了 对 它这个包虽然看起来呢 大家觉得好像是小小的一只 对 但是其实里面呢 也有配肩带 是的 然后呢 它其实真的是海螺天下 我曾经试过一件事 我同事有这款包嘛 哦 我在里面放了iPad 放了两包纸巾 还放了很多湿巾 放了各种口罩 放了耳机 都可以 手机 全都能放下去 很能装东西的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嗯 那其实加伦你身后的Vela 你觉得女生今天的搭配 可不可以放到她身上去呢 可以可以 配黑色吧 好 来我们请小姐姐 帮忙拿一下黑色的这一款 Vela的这款包呢 说实话 除了一个是可以拿在手上 这样单手的这样去提啊 嗯 但是如果要是你的双手 还要提东西的时候 小姐姐也可以把它 放到自己的这里 把它呆起来 嗯 哎 是不是都市摩登女摩头的感觉出来了 高气感啊 高气感 高气感 对 这三个字特别特别的重要 而且像我刚刚说 比如说吃晚宴的话 就可以把你的手呢 放到我们的包底这里 抓着它 让它变成一个手拿包 嗯 去吃晚宴的时候 马上你的晚宴的这个 Dina的风格 马上又可以出来了 嗯 如果要是上班去见老板 有的时候包如果太轻松 很casual的拿在手上 我们只追求高气感的话 又怕老板觉得说 嗯 有没有好好工作 对不对 老板的心思 对 老板的心思 我别猜 然后呢 就又可以把这个包 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嗯 小姐姐请侧身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包 哦 哎 把我们这个V字形 给它稍微遮挡起来 一点点的时候 也让大家很想一探 究竟小姐的这个夜下包 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是是是 神秘了 对 很神秘 哎 佳伦 这款包这么多遍背起来的话 应该是很受所有的女生欢迎的 对不对 肯定会的 你看已经讲了这么多场合 上班也可以逛街也可以 晚宴也可以 体现高级感 百搭 哇 什么场合不可以 哦 对 哎 所以说实话 你是一个对时尚有见解 而且是自己会经常在很多场合里面 参加时尚活动的人 嗯 虽然现在忙很久 我们没在时尚场合碰面 一定要抓紧见面了 好 你会不会比如说看到一些很神奇的设计 自己的眼睛也会停留在这款单品上 觉得哇 很棒 会会会 我经常比如说看秀和干嘛的过程中 我喜欢的直接就掏出手机 我就开始拍 我要留下来 嗯 就跟我来成都看大熊猫一样 哈哈 几年前的大熊猫现在依旧在我的手机里 依旧在手机 对对 你该不会就是比如说最近比较累和忙的时候 重新翻出来解压一下吧 大熊猫 我是有一段时间 我可能就回顾一下之前 经历的或者看到过的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想回顾一下感受 正好来成都 来成都之前我就看看之前来成都 有什么好东西 我拍过什么 我看了一看 大熊猫这么多的视频在我的手机 又重新品味一下 对对对 特别开心 我觉得无巧不成书 你把那只包包递给我一下好不好 加伦 谢谢你 对 熊猫的颜色呢 就是非黑即白 那这两只包的颜色呢 刚刚好是不是也是非黑即白的 对不对 它是白色的油 拖住一天奶茶色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熊猫的话 今天我们又在成都 在熊猫的家乡 这两款包包 我觉得也是熊猫包的展现风格之一 对不对 来小姐姐帮我们换下这只包 给大家展示一下 非常非常 谢谢你 加伦 所以你看奶茶色上升以后呢 它的年轻感和活跃感 又马上生腾出来了 对对对 说实话 说实话 你以男生的角度看 这两只包的颜色 单独来说 你比较喜欢那种颜色 如果我来选的话 百搭我选黑 就是可能在各种场合 如果他都能驾驭 包括很多衣服的颜色的选择 黑的概率能高一点吧 黑的概率更高一点 高一点 但如果也要是想有个性的话 对对对 就要看你怎么搭 你的穿搭 怕大家就是可能 适合黑色的包的衣服 偏多一些 然后你就可能 就黑色包的概率大一点 对 我实在给加伦出了一个难题 因为刚我还刚跟加伦说过 阿尼卡每一个大中小型号 不同的颜色它都有 对对对 对 还非要让人家说出来 他喜欢哪一只 真的是有点难 尤其是艾丑的每一只 都很漂亮很好看 对不对 就看自己的喜好 当天的搭配 的确是 好 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我们把这只包也放回去 不能再麻烦我们加伦了 没没 好 小事 谢谢 谢谢 OK 那其实呢 我知道一件事情 加伦也知道 就是咱们艾丑的库存呢 一直都是很艰难 很限量 因为经常是 加伦推荐一款包包 或者觉得那款包很棒的话 两分钟之多 五分钟之类的 我们经常听到 售庆的消息啊 那我们来 场外求助一下品牌 我问你们可以吗 我想问我们艾丑的同事们 咱们今天包的库存多吗 都不多 都不多吗 都不多 每一只都不多吗 对 包括Vela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 Love Chatter 这些都不多吗 对 都很有限 都很有限 那各位 现在我无法看到 我们每只包的库存是多少 另外今天购买 每一只包包的单品 尤其是Love Chatter 的包款的话 就可以直接获得 珍藏版的 之前没有曝光过 未来只要你不曝光 它仍然不会曝光 而且拿到手里面 立即就绝版了 珍藏版的 加伦的明信片 所以大家 久时不后 一定要好好地选择 你喜欢的这一款 然后再把它去带回家 好不好 品牌都说不多 这个事 我是相信的 因为iTro上次的直播经验 真的是十足 吓到我了 确实确实 是的 那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 搭过了这么多的包款 其实我想问问加伦 平时在背包的时候 不论是宽肩带 还是细肩带 这两种肩带 是不是都是在你看来 很好搭配的 尤其是iTro的包 当然很好搭配 我一般就是看 当天穿什么衣服 然后去什么场合 然后选择包 我最近对包 包括对一些衣服的搭配 非常的有 有这个喜好度 是非常积极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这次来成都 就是毫不犹豫 就穿着iTro的衣服 背着iTro的包 我就来了 哇 棒棒的 而且其实我发现 你刚刚还有一件 特别有趣的故事 是你好像都照顾到了 女生 比如说在搭配的时候 要防晒这件事情 要防晒 马上夏天了吗 对对 防晒 防晒其实 说到防晒 其实像搭这种衬衫 也是可以的 我这种衬衫超久了 这太好看了 对 都是可以的 其实像我们经常就是在T恤的外面 照一个这样的衬衫 既防晒 然后你也可以背着 有的时候也有天气变凉的需求 有的时候也有防晒的需求 一举两得 是 而且问题主要是好看 对对 我广告穿的是这个 黄色的吗 那拿出来 你再想拿一下黄色的 广告穿的是这个 黄色和绿色的这两款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当时选择黄色 是因为我觉得咱们最新的图腾 很多都是黄色的元素 阳光 对不对 对对对 行了 被你说完 我必须要跟你搭个兄弟款 我要把这绿的买了 是吗 嗯 一定要把它买回去 到时候大家等我去repo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防晒起来 OK 哇 谢谢夏勒能推荐 我跟你说不光这个 包括大号牛仔的那一款的 love chowter那个包 我看到你在楼梯上 拍的那个look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买它 买它 对 什么都别说了 那一款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好看 好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嘉伦 那我们这也要请我们的 模特小姐姐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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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稍微休息一下 非常感谢 刚刚听嘉伦说了这么多的 有关于自己的穿家的心得 家人们一定也跟着种草了 对不对 我们大家呢 可以一块来点击下方的购物车 来进行下单 那今天直播间购买 嘉伦同款的成因呢 就可以获得嘉伦记录 灵感瞬间的同款笔记本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忘记 另外呢 我们在我们今天 Icho的所有的直播到尾声之前呢 我也特别特别想要 跟嘉伦来好好聊聊天啊 首先第一点 我来代表一下家人们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到你的面前 跟你有交流 虽然我知道 其实你是很希望 回答每一个家人问题的 那我身为他们的互联网的掩替 现在我看嘉伦就你们看了啊 是吧 我也身为大家的互联网的嘴屁 他们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想要关切的问到 他们亲爱的嘉伦 我能不能现在开始 发问的简单的问题 来吧 好 集结最多的家人的问题 第一个他们跟我说的就是 嘉伦拍戏的忙碌 他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他们不知道嘉伦 是不是有好好的吃每一餐饭呢 我现在是对于吃饭 是非常的讲究 我一直以来都是提醒我身边人 按时吃饭 或者是该怎么吃的一个 一个领导者 黄金佩皮 半碳水之类的是不是 对 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吃饭 是非常的注重的 是因为我之前胃坏过 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希望能一直保护好我的胃 也希望能把我的经验 传递给我身边的人 所以我一直在唠叨地跟身边的人说 该吃饭了 该吃什么 这个尽量少吃 你不能这样 你最近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经常会嘱咐和唠叨一下 那我透露一个跟佳伦的小故事是 跟佳伦前几次合作 每次见面 他第一句话问的我 你吃了吗 所以这句关怀和问候 看来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 对 他是希望他的搭档和合作伙伴 位是好的 就我能关心到的人吧 都希望大家能能能都能好 然后我也希望把我的一些 对于什么比如说养生啊 或者对身体好的一些看法 也能跟大家分享 要不要跟家人们亲口来 慰问一句说请好好吃饭呀 家人们一定要好好吃饭 然后劳逸结合 凡事都不要太累 太棒了 非常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本土的家人们 成都的家人们 他们问说 欢迎佳伦来到我们的成都 想问问看成都的众多美食当中 这次来有机会吃吗 最喜欢吃什么 我今天中午吃了很多 其实吃了很多 还发了照片 我打打比方 我还来不及看 我猜猜看好不好 好 中水饺吃了吗 没有 没吃 在别人那儿 我没吃 你没吃碳水 我吃了 我吃了个炒饭 吃了三分之一碗吧 该不会是成都那些 比如什么 放了肉末 芽菜的那些 芽菜炒饭 真的是那个 吃了那个 我们不说哪家 但我大概知道 我觉得咱们应该 喜欢吃的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对 很好吃 然后也吃了串串 然后吃了很多 什么凉粉 什么的麻婆豆腐 都吃了 都喜欢吃 你吃辣成都还好吗 我非常爱吃串菜 所以我现在也很爱吃火锅 然后在成都 最爱吃的是串串 串串香 对串串香 非常爱 没什么不爱吃的 其实在这儿 我吃不了褶耳根 吃不了褶耳根 熟了褶耳根 我几乎都可以吧 我说实话 我也都可以 但我也吃不了褶耳根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东西 我知道对身体非常好 非常好的同时 我现在接受不了 但我以后的某一天 肯定会很爱吃那个东西 这是我一直以来就这样 我很多小时候 不爱的 不爱吃的东西 长大了 我都很爱吃 就口味会变的 但你现在越来越健康 小时候可能还会吃一些 油炸什么之类的那种街边摊 现在 也不 也不 我小时候不吃 啊 真的 对对对 我们我们那个打乒乓球 那个我们按古龄嘛 按古龄来测你那个 古龄的年龄去比赛 明白 所以像什么鸡腿巧克力啊 碳水 那种那什么 可乐啊 可乐啊那种 但凡稍微有点 不建议多吃的东西 对油炸的 就这种东西 容易长古龄 不健康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吃 那有些人就说 你可能小时候不吃 长大的就很渴望 但我就是小时候不吃 长大也不爱吃 不是 你看这我就慌了 人家龄该不会 我古龄已经80了 不会不会 我都爱吃炸鸡什么之类的 不会 我现在也有的时候 可能也会吃 也不会不吃 就也会尝一尝 接接尝什么的 但平时就是 做这个管理的过程中 就尽量的避免吧 OK 没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家人 共同问的特别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嘉伦在这部 现在的作品 完成拍摄以后 你想休息一段吗 还是可能马上要投入 下一个作品的拍摄了 目前我们商量的是 拍完了五更期之后 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不会那么那么长 要省时夺势一下 对 就是休息一下 然后因为这部戏 我确实也注入了 非常多的能量 然后跟非常多的 好的演员 天天一起大戏也很过瘾 然后我也希望这次 能用我现在所有的一些 一些能展现这些戏的方式 展现完之后 我也想沉淀一下 沉淀一下 感受一下 吸收完了新鲜的东西之后 我再次带着我 可能沉淀完了东西 回来跟大家分享 哇 太好了 我喜欢你沉淀这两个字 我还是那句话 我在很多的路透 包括很多 你过往的节目里 现在一一地 被我重新刷到的时候 我很遗憾 那个时候没有机会 成为你的搭档 或者是合作伙伴 去陪伴当时的你 但是现在 一切都为时不晚 看你那时候 慢慢成长起来的经历 我就会觉得 大家只要怀有梦想 然后纯真的去好好工作 什么事都能成 是 是 当然 好 家人们 那你们最后呢 提出的不是问题 是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 我们的爱丑 有多爱我们的嘉伦 多爱我们的家人 今天在现场 会为大家 把你们的希望 梦想照进现实 我们今天 最后的最后 还有一个惊喜呢 要送给加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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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加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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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欢迎一位先生 各位 现在为加伦 送花的就是 我们爱州品牌的 大中华剧总经理 Mberto先生 他向爱宠 也向你加伦 也向你加伦 他向爱宠 也向你加伦 好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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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哇 你是不是觉得 惊喜到这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该许愿吹蜡烛是吗 当然了 你这拍回 有流程了 我怪不得该说 我说以后啊 把今天直播 所有的一半的话 全给他说 太厉害了 加伦 我来帮你拿话筒 请接下来 默默的许愿 好不好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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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伦 生日快乐 好 哇 哇 生日快乐 全场一体说 祝加伦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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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伦 加伦 祝你生日快乐 刚刚许的愿呢 可能不方便 给大家分享 是不是 就不说了 那我就希望 你的梦想都能成功 好 然后我在这 也有一个 对加伦的祝福 祝福加伦 总有人间 一两风 圆你十万八千梦 谢谢 谢谢 我也期待看到你 更多更好的作品 每一部 我一定会买会员去看的 好不好 好 电影 电影的时候 我的包厂去看 好不好 一言为定 来 拍照 一言为定 谢谢 我们今天的惊喜呢 远不止于此 我们请同事 帮我们来挪一下 我们的蛋糕啊 我们接下来 还有我们的 哎 这蛋糕直接在这就行 是吗 啊 那好 这么漂亮的蛋糕 让大家一起来欣赏 我跟加伦呢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一侧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惊喜 来 我们来看一看惊喜 加伦 是在后面 是的 你先来看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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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多么爱他们的挚友 和他们的代言人加伦呢 刚刚这一位就是全新的品牌的 我们的设计总监 马可先生的助理 服服视频 而且各位 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哟 非常大 我要告诉大家 刚刚这个信息量 他说的是在过往一年时间里面 加伦和艾丘的情缘非常的深厚 也是艾丘最挚爱的乃演员之一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从今天开始 未来的时间里 请看看加伦和艾丘 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可能是国际的 可能是冲出亚太的 可能是在更大范围当中 让大家看到加伦和艾丘 送给大家的故事 所以在这儿呢 我也要跟大家说 我们这束木兰花 它寓意代表着勇者无畏 代表着优雅大方 代表着这也是我们眼中的加伦 也是为爱执着坚持初心 我们要在此祝福加伦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谢谢艾丘 谢谢 很多朋友 家人也祝加伦生日快乐 给大家一点点小回复好不好 大家很多的祝福 包括我做的事情 我也都有看到 没什么说的 就是继续努力 保护好身体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然后努力过好我们过后的生活 是的各位 一会儿呢 咱们直播间还会继续请大家 继续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看一看有哪些大家心仪的单品 那最后 刚刚加伦已经跟大家说过 对大家的祝福了 我们一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对艾丘 对加伦的支持 今天的直播间的陪伴 很高兴有你们 咱们一块说 下次见 拜拜 各位 女士们先生们 咱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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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